首相纳都斯里安华结束卡塔尔官访后 马步停蹄前往中亚三国 并在今天凌晨抵达了中亚行程的第一站 也就是吉尔吉斯 安华的专机在我国时间今天子夜12点20分 或当地时间晚上10点20分 抵达了马纳斯国际机场 获得了吉尔吉斯总理扎帕罗夫 以及我国驻吉尔吉斯大使伊尔汗的迎接 随行的还有外交部长纳都斯里·莫哈·莫哈山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纳都斯里·东姑扎鲁 以及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纳都斯里·张庆幸等等 安华会在吉尔吉斯官房两天 第一天的重点活动 包括和吉尔吉斯总统贾帕罗夫四眼会谈 支持最好 刚才关门 局修和川 fren分 各小为派心心 感谢观看